主持人好 四位嘉宾老师好 我是兰玉娜的妹妹 兰玉玲 那这位先生呢 我叫卢建昌 是玉娜的朋友 朋友 对 朋友 哪种朋友 工作上属于合作伙伴吧 你看这玉娜特着急 好哥们儿 还挺成亲 哥们儿 那我看这一上场 你使劲往人身边凑 把妹妹都 巴了到这边来了 因为一般出门的话 是我帮她推轮椅的 这好哥们儿 咱大伙儿再问 刚才这个姐姐也提到的 现在都是玉琳在照顾 对 在你的心中 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就特别优秀的人 第一次就参加了一个作文比赛 就拿了一个优秀奖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中学她就去参加学校 广播站文学社这些 而且都是当的社长站长 多才多艺的 而且从小都是班长 很优秀 对 一直都是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她是特别优秀的 刚才说生活中你是保姆 工作中你是她的助理 是的 因为要一个人抱她 她然后还有一点点重 对 我刚才讲了 有一点点重 又习惯了 对 然后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 折起来就好了 大姐最长的 四岁 天天可以跟她在一起也挺好的 因为从小的时候跟她待的时间可能没那么长 对 我跟我另外一个姐姐就是待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感觉可以弥补一下小时候的那些吧 那姐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妹妹听她在讲述 她说这番话你满意吗 挺满意的 跟我妹妹现在真的24小时都分不开 有时候她不在我身边 我会觉得很没安全感 就刚才她说的 我教她成长 她陪伴我 她照顾我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以后都会越来越好 对的 现场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 余娜认识她 我们当地媒体有发她一篇文章 就是写她一个经历的一个故事 当时我看到了就感觉挺立志的 添加那个微信 那添加之后的话 就是人家的粉丝呗是吧 是 差不多 几个月都没有联系那种 只是点赞之交 后面的话是因为我公司这边要做一个 公众号运营这一块的 然后我就问朋友 有没有认识这类似做这一块的 然后就介绍我们认识了 见面之后才发现我们早就有微信了 她现在是我的甲方 甲方 等于你在帮他们公司运营 是 是的 对对对 我听说你还是她的什么保镖 司机什么什么的 因为在创业初期 我会去学校企业做演讲 然后我妈一个人有时候不太方便 带我出门 所以当时候她就自告奋勇 然后她放下她手头上的工作 然后陪我出门 当时我的司机跟保镖 听说还一起看星星呢 有订阅吗 我是特别想去看夏夜星空 但是都没有人陪我去 我不是单独跟他去 我们是一群人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一帮朋友一起去的 就是她帮我去监视了几个朋友 说陪蓝猫一起去看星星吧 特别谢谢她 就在我创业初期 遇到有很多困难 主动的来帮我 所以如果没有她的话 可能都不会这么顺利 玉娜现在还是一个人对吧 是的 你们这些好朋友啊 妹妹啊 是不是也会帮她 拷心一下 这个事 因为可能如果她再重一点 我就抱不动 希望她能有一个 爱她的人来陪伴她 对 这是我的心愿我觉得 但我知道姐姐的心愿不是这个 这个随远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心愿来的 我们请向前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我们当地的 康复医院的残疾儿童 建一个图书缴 我在过去两年的六一儿童节 我都会到康复医院 去看望那些脑残儿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